Hello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今天要介绍的是1.8更新中的 关于铁针维修部分的更新 那在1.8之前啊 装备再怎么样的神装 几乎都可以无限的修 那在1.8之后这更新就被更新掉了哦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这个修复的机制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工作台它也可以修复嘛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大略提一下就好了 这个工作台它修复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两只钻石斧 然后呢我们可以按F3加H 就可以照出这个界面 它会显示我们现在目前的耐久度 以及最大耐久度是多少 就最下面那个1561分之11 现在这两把钻石斧 它的耐久度分别是61以及11 所以在修复的时候呢 它其实不是把这两个数值相加这么简单而已 它会有一个奖励值 这个奖励值呢是1561 对不起,这个奖励值是 是代修物品的最大值的5% 那以这个钻石斧来说 它就是1561的5% 这个数值大概是在78左右 所以呢这个最后的修复值 就是61加上11 再加那个5%奖励的78 所以就是150咯 好,那这应该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带过就好了 那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这个 它的铁针 铁针它可以修复 可以命名,可以附魔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我们先看它修复的耐久度部分就好 当这两个耐久度相加的时候呢 它也不是单纯的相加 61和11 它不是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好了哦 它也有一个奖励值 这个奖励值呢 是最大值的11.9% 所以呢 以1561的11.9%来说 大约是185左右 所以呢 它最后修复的时候 就是61加11再加185 就会得到这个259这个数字 好的 那铁针它和工作台的不同点 就是它可以修附魔物品 而工作台不行嘛 那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 它要扣掉这个玩家等级 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 那 接下来的内容中啊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计算 那如果 想要跳过这些计算的话 左下角 可以按跳过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结论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结论呢 对于喜欢玩生存 然后常常用铁针的玩家来说 其实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咯 今天呢 我们从 命名开始说起好了 今天 我把这个东西放下去命名 如果我在这边有修复的话 比如说 我现在把这个修起来需要两级 那如果我再加上命名 我随便打好了 那它就会增加一级 只要下面有任何的行为 那我再命名的话 就是把那原本的行为等级 加一级就可以了 但如果今天是纯命名的话 比如说像这样 纯命名的话 它的等级就不是单纯就是一级 这么简单了 它的进行的方式呢 是2的n次方 然后n从0开始带 也就是说 我第一次命名的时候 就是2的0次方 就是一级 那我再下一次的时候 它就变成2的一次方 就是两级 就是往后就是一直乘2 一直乘2就对了 所以呢 再下一次 下一次就是四级 然后再来就是八级 这样就不断的下去 好那命名的等级 就还蛮容易计算的 再来呢 就是维修 维修等级呢 它的计算方式 是2的n次方加一 好 意思就是说 好 我再拿一次 好 它的维修等级呢 是这样的 它以前面这个数值来看 前面这个东西来看 它现在没有被修过 对不对 它从来没有被修过 所以它今天是它第一次修 那一样用2的n次方 加1下去计算 n从0开始带 它当这个东西 被第一次维修的时候 n带0 所以我们得到的数字是2 那在下一次呢 就是n带1 就是我们得到的等级就是3 比如说像这样 我多猜几次好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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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这样 这刚才已经被修过一次咯 所以呢 刚才所需要的等级是2 对不对 那下一次就是3 然后再下一次呢 就一样继续往下算 所以就是5 然后再来就是9 然后再来就是17 然后再来就是33 像这样 OK 这就是它修复所需要的等级 OK 那接下来就是附模的部分 附模呢 它在计算上会比较多了一道手续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附模的时候啊 其实呢 每一种模它都有它的 它的自己的价值 那它计算方式呢 是这样的 每一种模它都有一个基础值 比如说水中呼吸 它的基础值就是4 那今天是水中呼吸3嘛 所以就4乘3 它的价值就是12等 那这个 耐久 耐久它的基础值是2 然后耐久3 所以2乘3 它的价值就是6等 所以我们今天附的时候呢 就是花费就6等 它就附上去咯 在附模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算过了 这个它价值12等 我直接附 会发现它不是12等啊 因为呢 在多次附模的时候呢 铁针它会收一个 就是手续费的概念就对了 那手续费它的计算方式 是2的n次方-1 这样去计算的 然后n 一样从0开始带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0开始带的话 就会发现 第一个数字是0 再来是1 再来3 再来7 然后15 31 这样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是第二次附模了嘛 所以呢 它除了12等之外 它给我们收了1等的手续费 那下一次它就给我们收3等啰 所以呢 来看一下这个 保护4 保护它的基础值是1 然后保护4嘛 所以称起来就是4等 再加上手续费3等 所以它这次就给我们收了7等级 这样 OK 那它就这样计算的 那附模书的部分啊 我们 呃 附模也可以用附模书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呃 水中呼吸好了 它是价值12等 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附模书的话 我没有拿 保护哦 好 价值4等 今天我们用附模书来计算的话 呃 不不不 我用耐久3 好 耐久3它价值6等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用附模书去负的话 它就不是6等啰 它在计算上 它可以把基础值除以2 比如说刚才耐久的基础值是2嘛 2乘3对不对 那输的话 那个基础值就可以除2 所以就变成1乘3 所以这个将就只需要3等 好的 那这个啊 保护的部分 因为保护它的基础值是1 1已经是最小值了 它不能 它不允许除以2 所以1乘4的 这样子是4等 那今天我用书去负 它也一样是4等 因为它的基础值不能除以2 好 所以大致上来说 就是附模书 和一般的东西 就比较起来的话 如果基础值是大于2 它就可以被除以2 那基础值它也只有1248 这四个数字而已 OK 那这就是附模的部分咯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 除了让大家知道 它是怎么计算的之外 其实 是 就另外一个重点是 经过刚才的计算 我们可以发现 在生存模式下 没有任何一种东西 可以 可以 在铁针上面执行 超过7次动作 超过6次就不行了 就第7次就不行了 因为按照刚才 那个计算方式来说 命名第7次就需要64等 维修第7次就要65等 那附模的话 就算 我是附1等的模好了 在第7次的时候 它的手续费要收到63等 可是在生存状态下 铁针它只允许我们操作39等以内的行为 所以呢 第7次是一定无法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 喜欢玩生存的玩家 就要很珍惜这仅有的6次修复的机会 所以呢 如果要命名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 等到你要修它的时候 再一并命名比较好 而不要直接心平就拿去命名 这样的话就浪费掉那一次的扣打 它一生中也只有6次 要好好珍惜吧 对吧 那直到这个6次的限制之后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已经被多次附魔了 比如说像这个 它已经上过铁针三次了 那它适不适合拿来当作别人的那个维修素材 好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快没血的钻石头盔 今天假设它已经都不能修了 那既然不能修了 弄到坏掉 不如拿去修别人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好的 就是比较浪费一点 因为它在修的过程中啊 最后这个成品 它会去看 谁的修复次数比较大 这个没修过 它的次数是0 这个修了三次了 它的修复次数是3 所以最后的成品 它就会视为 附魔次数比较大的那个 又再修一次 所以这个东西它修起来就是4次 好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这个东西它到底被修了几次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刚才的那个运算方式就可以知道咯 今天我把这个东西 全部重新命名一次就好了 这样呢 它需要16等就对 依照刚才我们那个命名的方式 去运算去计算的话 就可以知道 它的命名所需要的等级是 12481632 它今天已经需要到16咯 所以代表它前面1248这4次已经用掉了 所以的确 这玩意儿它已经在铁针上面 进行了4次了 所以它只剩2次的维修机会 OK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咯 OK那接下来呢就是题外话 就介绍一些命名比较有趣的部分 比如说呢 一般来说这个命名牌 就是要先在铁针上命名过后 然后才可以对 才可以命名在生物上嘛 像这样 对不对 那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把那个重生蛋拿去命名的话 它其实 就可以直接生出那样的东西咯 对吧 有吧 OK 那 一般的方块 命名过在放置的话 如果你把它打掉它就没了 对不对 指令方块呢 它其实也是 所以呢 这边有个指令方块 我把它的指令是打 它会说这一句话 破喉咙这三个字 所以它被执行的时候 就会说破喉咙 然后呢 一般没有命名的指令方块 它前面会显出这个小老鼠 如果我把指令方块拿去命名 再请它执行指令的话 它就会像这样 我把它命名成没有人 结果它就会 这个 里面 它就会被没有人的三个字给取代 很有意思吧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 这些 按右键 会跑出名字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熔炉 按右键它就显示 这里有名字 对不对 如果把它命名在放置的话 它就会像 它的名字就会显示在上面 这些全部都可以哦 箱子就包含了一般乡汉陷警箱 然后熔炉 附魔台 量灶台 发射器 投掷器 漏斗 还有运输矿车 和漏斗矿车 那铁针是不会的 因为铁针 它本来就不会显示名字 所以命名过后 它也不会显示 那就这样 OK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咯 希望 喜欢玩生存的玩家 可以好好珍惜 这仅有的六次 修复的机会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个喜欢 想要持续追踪新影片的话 可以按个订阅哦 我是小哥白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